最近在报上看到很多艺人 恋爱了 结婚了 离婚了 甚至又再结婚了 我就很好奇 上网问聊天机器人 爱情到底是什么 聊天机器人说 爱情就是不吵架时 觉得可以为他而死 吵架时觉得他怎么不去死 吵完架 觉得他怎么还不死回来 其实爱情就是像一般列车 在我们每战的人生经历当中 有人上 有人下 但是通常总有一个陪我们走到终点 明年就要选举了 最近各路人马纷纷进足大会 有个网友发了一张图卡给我 我觉得这个字卡人 对面太有创意了 愿意大家分享 图卡上写 大家不要苛求 千万不要猴急 要做到不沾锅 绝对不能耍赖 整部令人心寒 各位网友 你觉得谁比较有机会呢 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睡觉前 小李突然接到新交往的女朋友 打电话给他说 今天我去百货公司买了一件性感睡衣 小李说 真的吗 应该很好看吧 可以用LINE 发个照片给我欣赏吗 女朋友说 你要我穿着照 还是拖着照 小李说 拖着照 OK吗 你有说 没问题 三分钟后 小李说到一张 挂在衣架上的性感 睡衣照片 大学学策成绩揭晓 阿伟考上了心目中的国立大学 阿伟鼓起勇气和爸爸说 今晚你朋友想帮我庆祝考上大学 因为我出去兜兜风 溜达溜达 你的车子可以借我用一碗吗 阿伟的爸爸不以为难的说 你的两条腿用来干什么 阿伟说 右腿踩油门 左腿踩煞车 老陈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母天深夜 被一个喝得犯罪不醒的女郎拦车 这个小姐酒气冲天 全身赤裸 老陈被吓得暮顿口呆 酒醉女郎说 快开车啦 看什么看 没看过裸你吗 老陈说 不是啦 你穿得那么辣 那么心潮 我担心 待会 你要从哪里掏钱 付我车子啊 最近万物起涨 就是薪水没涨 老陈看见老婆 又用卫生纸 在擦拭玻璃杯 就很不高兴的 和老婆说 卫生纸现在涨价了 贵得很 你不要用热开水 烫一烫玻璃杯就好吗 又卫生又省钱 老婆听了就说 哦这样啊 那你上车子 记得也用开水烫一烫你的屁股 自从去年成立欢乐电视材 当一名YouTuber 一年以来啊 每日每夜拍短片 拼流量 好不容易 定付达到八千多了 典议人数啊 也超过六百万 坦白说 我也小赚了几万块了 一次呢 我打算买台电动摩托车 靠赏自己了 从看车 试车 提车 都很顺利 都好好的 但没想到 昨天啊 正式骑车的时候 没骑啊 竟摔到地上啊 母牙都摔断了 好痛 好痛啊 就痛醒了 刚上完以球训练的体育课 回到教室啊 小赞问小明说 如果你这是夜考成绩啊 不太理想 你爸妈会怎么样 小明说 哎 通常啊 八十分啊 就你只单打 七十分呢 就男子单打 小赞就问 那六十分以下呢 小明说 那就是男女混合双打的 最近由于疫情趋缓 很多国人出国旅行 上个月我到日本旅游的时候 我看到有对夫妻 营座位被安排在不同排 夫妻两人对此非常不满 但因为仓位已满 空服也无法帮他们瞧位置 这位泰满龙 一次发飙说 我们是父亲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接着又大火大闹 不肯罢休了 后来只好请来做厂长 做厂长说 拜托 我们卖的是鸡位 不是床位 好不好 有个独裁者找来全国最好的建筑师 来造陵墓 三年之后 独裁者问建筑师 工程还顺利吗 何时可以完工呀 建筑师说 差不多了 独裁者问 那现在还差什么呢 建筑师想了想就说 现在就只差您了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十分别厉害 谢谢啊 给